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可以 用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地往前冲霸 有想他 就有办法 有办法 是No.1 强大的企业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衝拔 有想法就有 哈喽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哈喽哈喽 是的 又来到了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9点钟这里呢 我们又来这个成功学家读书会的 这个线上直播和大家一起的成长 一起的学习哦 然后呢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Lester 那我是来自YYC 是的 今天呢 虽然是我们现在是Having这个 就是MCO嘛 就是这个行动管制令 然后呢 也同时间呢 昨天是历春 然后下个礼拜呢 就已经是这个新年了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我先公诉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是的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面对着非常多 这些疫情上的困难啊 可是今天呢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成功学家读书会呢 带给大家更加多的这个智能量啊 是的 那么呢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哎 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先来打声招呼好不好 是的 如果呢 你现在在线上看着我这个直播的话 能不能够就在留言那里啊 写一个Hello给我 是的 写一个Hello给我 我们来打声招呼好不好 是的 Hello 那同时间呢 在你写Hello的时候 你跟我打招呼啊 也记得别忘了 就是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分享出去之后 然后你再text三位朋友哦 是的 你分享这个直播出去 再text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获得今天这个免费的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是免费的哦 那同时间呢 也不要忘了就是 大家一定要留守这个直播一直到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 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好康呢 即将要带给大家 是的 因为新年呢 新年有新的气氛 所以我们呢 这个好康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记得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哦 是的 我们来看看线上有谁在 就是这里跟我说Hello的 是的 Ninni说 Good night要睡觉了吗 OK Kenny说 是听歌吗 今天我们是来学习的哦 不是来听歌的 然后 大家说 Hello 大家晚上好 Medium说 是的 新年了 Hello Chom说 Hello 是的 大家晚上好 来我们来看看哦 也就是 Go也是说 大家晚上好 是的 大家都晚上好哦 那么呢 其实今天呢 我们这个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嘛 我相信呢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哎 是不是很好奇呢 那今天呢 与其啊我在这里呢 告诉你说 就是啊 太多的东西关于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不如先来让你亲眼看看 到底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好 事不宜迟 马上现在呢 那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欢迎各位伙伴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是傅嘉莉老师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胆识的年轻企业家 邪王谢家华的故事 中文的书名叫想好了就或出去 接下来我要谈谈 Jaypost文化的十大核心价值 Jaypost认为我们必须用服务 传递Whatsai的惊奇感 Whatsai是一个台湾的惊喜用语 其实有点像大马的我老爷那种感觉 那Whatsai这两个字代表了与众不同 代表了突破代表了创新 代表了把事情做到超出预期 所以在Jaypost你必须常常问自己 你在工作态度上还能改进什么地方 你可以Whatsai更多人吗 你今天至少Whatsai的一个人吗 他们常常会这样问自己 第二个 Jaypost里面的员工 必须拥抱并驱动改变 身为Jaypost的艺人 你要等着问你自己 你如何为变化这两个字 做好计划跟准备 你是否非常乐观的面对 任何的新的挑战 你是否鼓励并驱动变化 而且如果你是主管 你如何鼓励更多 由下而上的变化 很多主管很讨厌员工 提出新主张的 可是你是不是一个鼓励员工 提出新主张的人 Jaypost特别提到一个 我常常讲课在讲的东西 叫做一Person的力量 如果每天不要多 你只改变一Person 一年以后你就有可能进步37倍 第三 Jaypost的人要懂得 制造乐趣和一点点搞怪 由于Laypost是网络行销公司 不同于一般制造产业制造业的 所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公司 变得死气沉沉 他希望整个公司能成为 哈哈大笑的公司 所以他们的员工也常常会问自己 如何让自己有一点搞怪 怎样才能创造欢乐 你的工作 我们一问自己有多好玩 怎样才能让你的同事的工作也变好玩 第四 Jaypost里面的员工要有冒险 创新开放的精神 在Jaypost他们鼓励啊 每个人都要勇敢 不要怕冒险 也不要怕出错 因为跌倒是必然的 所以他们也常常问自己 你害怕犯错吗 你对现在的工作有冒险和创新的意思吗 你可以为Jaypost带来哪些创新 第五个 追求成长要不断的学习 由于谢家华早期创立青蛙创投的时候 他最终要有一个方向 他跟君瑞啊 是准备要做七叶孵化器 他非常认同培训带来的力量 他更鼓励员工伙伴啊 唯由追求自己成长不断的学习 所以我们才不会被竞争的海啸冲垮 所以他们也常常问自己 你今天有比昨天更好吗 你个人在专业上 你会如何成长呢 那你如何挑战突破自我 你每天会不会为自己带来一些学习的新事物 第六 他们告诉所有Rapos里面的人 必须以开放的心胸跟诚实的态度 来做彼此的沟通 这个重点是带来 人跟人建立关系的信任跟诚实 最重要的方式 尤其面对客户 所以他们常常也问问自己 大家有多喜欢跟你一起做事 你是一个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讨厌鬼 那你可以如何改善关系 除了同事关系以外 你还能建立什么新关系呢 你如何 那些跟你有关系的人呢 第七 Zapos里面的员工 要懂得打造积极的团队 跟家庭精神 这句话我很喜欢 这句话我非常认懂 我很喜欢把伙伴 把团队称呼为家 问问自己 我们彼此是不是已经成为户口名部以外的家人呢 Zapos的同仁也要常常问问自己 你如何鼓励我们的伙伴 大家团队合作 你有没有积极跟团队建立连结的观念 第八 Zapos的员工要懂得用更少做更多 要能更上一层楼 绝对不能满足三个字叫够好了 因为好是更好的敌人 Zapos的目标不是变成一家好公司 而是世界上最好的服务公司 很多公司的老板就常常会想 branding很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想到branding 大多数的人会想到是广告 还是是让外面知道公司的存在 但是今天我觉得 从这个通一下这本书里面 就发现到其实更加深的branding 其实是从内去到外面 就是从公司的culture 每个人是有什么的values 然后通过training 来去把公司的branding做出来 所以每一个Zapos的员工做的一些 哇塞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小故事 而这些小故事就是把它的整个branding做出来 所以回到去老师刚才的问题就是 customer的我们以为当他们是VIP 其实Zapos做到的东西是 我觉得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到有成绩是非常难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在做着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套brand promise 对于我们的客户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Zapos这么好 然后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精神 还有就是不断的要去提醒我们的团队 但是Zapos今天当老师在提醒我们 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再一次继续的要提醒自己 要做到这一块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做企业家都知道 要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要把它落地做得很好呢 这个是一个挑战 所以也是要鼓励在前面的企业家们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 公司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进步 问题解决了 就是可以赚钱 刚才老师提到就是Zapos 他最注重的就是克服这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的成功秘诀是在于 比如说你买一双汤送三双给你 让你去试 或者是三百六十五天 你可以随时退还 这一些所谓的成功秘诀 是他的竞争对手都不敢抄的 因为没有人敢去做这么亏本的事情 所以他的理念很清楚 就是他要制造的 就是我要把我的东西包装成这个 而且我说到做到 我真的是把客户的体验放在最前面 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是最受到尊重 最受到那个重视的 所以那个回头率会这么高 他的竞争对手也不会敢抄 因为你需要低于很大的成本 去做这些事情 不是每个人愿意去冒这一种风险 然后我觉得其中一个他讲到 那个文化的部分 就是由于你留意公司里面的文化 去塑造你的那个品牌 然后我很喜欢的就是他讲说 你要问员工也好啊 你问客户也好 每天要制造那个惊喜的元素 这个是会把整个团队弄激活的 让整个团队看起来比较有活力 然后当你的员工快乐的时候 你的顾客也会感受得到 他在跟你们购买或者是 交涉的过程里面 他会感受到这间公司的文化 当然也会增加了他在回头的那个级别 这个是我觉得 看到这两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地方 谢谢老师 哇大家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一个video过我们这个成功写家读书会啊 线上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觉得非常的精彩呢 是的 哎刚刚你们可能看到啊 你会问我说 Lester怎么这么短而已啊 这个video这个就只有这么短吗 哎不是的 其实你刚刚所看到的呢 只是其中一个精华的片段 那如果你想要观看这个完成版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在下面那个comment box那里呢 就已经有一个link 你点击进去呢 你就可以观看这个完成版了 好不好 好那其实啊哎 刚刚我们听过了就是 傅老师他和我们分享 就是这个ZBOSS谢家华 他的这个故事啊 那到现在呢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inspired的故事 就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 为什么呢 那么其实在五年前啊 我们YYC当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客户 那当年呢 这个客户啊 他的这个就是net profit 也就是净利润呢 是500万 也是5个million 那么在五年之后的今天呢 哎 他的这个net profit啊 已经来到了11个million 哎可能你会想 哎现上的朋友们 11个million的这个net profit呢 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公司 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利润 哎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呢 但是想想看啊 哎大家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客户啊 他的一年的这个revenue 是多少呢 是100个million吗 1000万吗 还是说是1亿呢 是多少呢 哎都不是 可你会想到说很多 可是其实啊 他一年的revenue呢 只有60个million 也就是说 今天他的这个就是净利润率啊 也就是net profit margin呢 是整整18%啊 所以其实今天一线上的朋友们 那你们可能看到呢 这一个就是net profit呢 那想想看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企业上呢 都会遇到一些陷阱 就是我们不断的就是在找这个业绩 在找这个sales 往往呢就忽略了我们这个profit 那今天啊 线上的朋友们 你会想要非常多的sales 还是非常多的profit呢 还是两个都要呢 对不对 那通常啊 小孩子才做选择 肯定是两个都要的嘛 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今天啊 当时我们就有采访了这个 我们这个客户 就是问他 哎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当时候呢 这位客户啊 他就和我们分享说 其实在这五年期间呢 他就是 他只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 就是他上了非常多的课 去增进自己 当然也包括我们包外系的一些课程 那么除此之外呢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读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是的 在这五年期间呢 他读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那其中一本书呢 让他最受这个启发的 就是Steve Jobs 也就是我们苹果公司的这个创办人 他的这个自传 那在呢 就是我们Steve Jobs的这一本书里面呢 就是教会了我们这个客户呢 两个字 第一个呢 就叫做专注 第二个叫做创新 也就是Focus 还有Innovative 那当时候啊 因为我们这个客户呢 他是拥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有非常多的这个Product Line 那当时候呢 他知道了专注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他呢 他就 就是把他的这个Product Line呢 全部就是放进他的心思 都在一个产品身上 那他把这个产品呢 越做越有价值 越做越创新 慢慢的在这个市场上呢 价值就越来越高 而他的这个利润呢 也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呢 介绍了朋友们 如果你也是自己做生意的话 你也是有自己的企业的话 你也想不想像这位企业家这样 这么的成功呢 有这么高的这个Profit呢 那如果啊 你想的话 其实很简单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天我们想要成为成功的人 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 或者是模仿成功人士 他们的一些习惯 那今天呢 他这个好习惯就是读书嘛 对不对 那好像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的这一些成功企业家 好像Elon Mars 好像Warren Buffett 我们的股神呢 都有读书的习惯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成功企业 读书会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的一个 就是读书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大家刚刚没有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video book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呢 是以一种非常创新 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去让你去听书 那今天啊 大家看到的 刚刚啊 我们在这个video book里面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 所播出来的这个片段 我们就有三位 为我们导读的这个老师 那他们是谁呢 首先啊 我们就我们的中国100强企业培训师 我们的富嘉义博士 他不只是这样啊 我还有我们的达定讯 也就是我们VYC的CEO 还有我们中国报 大家都知道中国报对吧 也有你们线上的一些可能 朋友们 你们都是在中国报 看着我们这个直播的 是的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中国报的执行总编啊 那这个罗又一小姐 她也是其中一位导师啊 那么呢 今天啊 他们三位导师呢 在这个市场上的经验啊 总和加起来啊 已经超过50年了 那今天大家想想看 他们为你导读 不单单只是导读书中的知识 还要把他们的经验结合在里面 把它传递给你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而且啊 刚刚呢 我有说到的就是 我们用的是一种叫做Videobook的方式 是的 你不再需要就是一面面的就是去看书 因为我们都知道看书需要花费非常大量的这个时间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Videobook呢 就完全帮你解决了这件事情 因为啊 我们用了一种叫看电影的方式 那我们的导读老师们呢 他就把书中的这个重点 浓缩了之后呢 把它变成精华 再把它导读给你听 这样呢 你就能够更加容易的吸收 还有更加容易的学义 自由哦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成功起来读书会的地方啊 还不只是这样 因为除了呢 我们要让你听到看到 学到之外啊 我们还要让你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实今天呢 我们还特别 我们的副老师啊 还特别准备了这个 企业家思考手册 那刚刚大家有听到我说了吗 就是只要你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让你再text三位朋友哦 是的分享出去 再text三位朋友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今天免费的这一期 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那今天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它到底是什么用的呢 其实啊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呢 它是能够让我们去反思 我们有哪里在这个生活上 在企业上 能够做得更好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未来的路 我们要怎么样走 所以今天真的 不当然只是让你看到 学到 听到 还可以做得到 那么今天呢 其实啊 我们这个读书会里面呢 我们总共就有这个 24本的video book 是的我们总共有高达24本书啊 然后这24本书呢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月88令吉 是的 只需要一个月88令吉 那其实你除起来呢 一天啊都不到三令吉啊 那大家想想看 今天如果 你一天用三令吉的话 你可以买到一些什么呢 你那个burger都买不到对吧 对不对 可能一杯咖啡啊就是 你都买不到 那今天呢 三块 不到三块钱哦 你就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智慧 你的脑袋填满 脑袋 就是企业家最强大的武器 同时间也是每一个人呢 最棒的这个武器 所以今天呢 这个成功其他读书会呢 真的一天不到三块钱 你就可以哦 就是让你的脑袋满满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那今天呢 真的不要等了 马上的成为我们的这个VIP 如果你想想想我们的VIP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是的 你只需要在我们的comment box那里哦 那里我们已经有一个链接 我们有个link 你只需要点击呢 你就可以成为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那刚刚啊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一开始有说到的 诶今天我们的这个 我有和大家说 就是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 对不对 是的 因为今天啊 可能你可以想说 诶我们的读书会只有这样而已吗 就是一个月88块 一天不到三块钱吗 是的 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好康啊 所以其实呢 今天准备的一个月88令吉呢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是怎么样的选择呢 那今天大家来看一看哦 其实我们第二个选择 就是一年一样的 是一千零五十六令吉 那我其实除起来呢 也是88令吉一个月哦 但是今天不单单只是 这个一千零五十六令吉 这么简单 因为你看哦 我们的这个一千零五十六令吉呢 我们其实啊 它是个加强版的一个version 我们已经加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是之前我们并没有了 那到底有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啊 如果你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 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话 你可以获得什么呢 是的 首先呢 那你一样有高达24本书的 这一个video book 那除此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会附送你三场 不是一场哦 是三场的这个 Live Roundtable OK 这个线上圆桌会议 那这个Live Roundtable 它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相信啊 在线上的朋友们 可能你们一些就是 是企业家 或者是老板 那可能你们在企业上 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我相信啊 有时候就是会觉得 非常的孤单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 我的问题 不知道一定要找谁 可以给他诉苦 我可以哪里找到方法 那在这一个 Roundtable里面呢 我们就将会有 几十位不同领域的 这个老板啊 就会大家坐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线上 哦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不能坐在一起 那在线上呢 那我们每一位企业家呢 就会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每一个就是 这个企业家呢 都会给你 不一样角度的这个建议 以及这个方法 同时间呢 我们的中国一百强的导师 傅嘉义老师呢 也会用引导的方式 教你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是非常的值得的 而且你要知道哦 今天我们中国一百强的傅老师啊 他不单单只是这个头衔而已啊 他这么厉害而已 而且他还是这个国际教练协 IAC认证的这个国际教练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还是国际认证的这个 NLP导师啊 所以这么一个有这么三个 这么厉害的这个头衔 这个国际认证的教练 他来引导你 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解决 你就是在企业上 在生活上这些方法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值得呢 而且是直接在线上教你哦 现场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live的这个线上读书会 这个读书会呢 就厉害了 可是你现在看的这个video book呢 是的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 只要你得空的时候 那么这个线上的这个live读书会啊 就是我们的傅老师将会在现场 直接导读读书给你听 是的 那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 傅老师他还会用一种引导 以及带路士的方式啊 就是呢去教你 就是怎么去解决书中所面对到的问题 怎么说呢 打个比方说啊 就是今天7-11就是这本书里面 他有说到 就是林牧他的创办人呢 林牧敏文 在年轻的时候 刚创业就是创立7-11的时候啊 当时候因为他们的供应商呢 都是非常 就是来自不同的供应商 也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样的情况导致什么呢 他们到最后的时候啊 就是同一个时间所有的供应商偷来受货 导致呢 那他所有的罗里都挡着那条路了 造成塞车 那今天想想看 先生的朋友们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林牧敏文的话 是的 傅老师呢就是会以这样子的方式 以这样带路士的方式呢 教你怎么样去读书 而且你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引导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而且单单只是这一个 就是Live Roundtable 以及读书会 Live的 就已经价值16,164令吉了 是已经价值16,000了 不包括刚刚我们读书会的书本都是 4512令吉 那当然呢也别忘了 还有第三个我们会送你的 就是一张CEO品红酒 以及品企业的这个入门票 那这个入门票啊 就是呢 你有一个机会啊 能够免费品尝红酒 哈 你是免费的 但是今天呢 重点并不是在你会 就是可以免费品尝红酒 而是呢 我们会邀请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呢 就是去到现场 然后呢 会和你一起品红酒 然后和你一起做企业上的交流 看到你能够有这个人脉 从中呢 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些生意上的合作机会啊 一些新的商机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Networking的Session OK 那么其实这个门票呢 是的 它已经价值2000令吉了 那其实总共的说的这些东西呢 价钱呢 都是已经22676令吉了 但是今天 只需要付多少钱呢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成功钱啊 读书会的VIP呢 是的 只是需要一年 一千零五十六令吉 那今天呢 因为大家都是线上嘛 而且呢 那又是新年要到了 那今天啊 如果 诶就是你成为我们这个成 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VIP的话 只限今天咯 我们还会额外附送你 我们的这一个CEO Dati Shin的这个成功企业家 线上研讨会 那这个线上研讨会呢 它主要是说到啊 就是啊 我们如何在这个 让这个企业的Sales 不单单只是有这个业绩而已 还同时间会有Profit 那我们同时间呢 要如何让我们的员工更加有这个执行力 那原本啊 如果你要单单只是上我们 Dati Shin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也是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你需要付688令吉 但是今天啊 你不需要 我们把这个688令吉的送给你 是的 我会把它送给你 只要你在今天 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倒数十分钟里面呢 那么呢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 以上的所有的礼物 包括Dati Shin的这个 成功企业一家 线上研讨会 然后怎么购买呢 非常的简单喔 在接下来的倒数十分钟里面 你只需要点击在comment的link那里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在我的 在你们的右上角喔 你们就可以 OK 就是你们就可以 这个 在右下角喔 这个QR Code alright 你们就可以就是 成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这个VIP了 好不好 是的好 我们来倒数开始十分钟 那么同时间呢 在这个十分钟里面呢 我相信呢 可能一些线上的朋友们 你们对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 还是有一些的好奇 一些的问题 是的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尽情的把你的问题来发问 然后呢 我就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喔 好吧 那在这十分钟里面 我在解答这个大家的问题的同时呢 大家赶快 不要再等了 就是马上的购买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读书 成为我们的VIP 你将可以获得超过 22,676令吉的东西 其实总的话你看 原价22,676令吉 再加上今天我们额外付送你的DUCTC的这个线上研讨会 价值688令吉 其实总值啊 已经超过23,000令吉了 所以真的不要太等了 我们并不需要你付23,600 3,300多令吉的这个东西 你只是需要一年1056令吉 你就可以获得刚刚我所说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赶快点击我们在comment box上你的link 或者是右下角这个QR code呢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好不好 来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来我们来看看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发问 那么呢 我看到这里有说就是新秘书 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的吗 是的 新秘书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呢 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的 只要你得空的时候 任何时候包括像你跑步啊 塞车的时候啊 或者是睡觉之前呢 你都可以观看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 因为是非常节省时间的 好吧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Quan Hong有问说 是一个月可以看完24本书吗 Quan Hong啊 其实这个就是Quan Hong是吗 是的 因为这里呢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月就看完24本书 那么呢 我们目前已经输到了接近第10本书了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 还会陆续每个月都会推出一本书 那我们一本书呢 其实平均有分为4到5集了 那么就是每一个星期五呢 这一天呢 我们就会推出新的一集 也就是说呢 一个月就能看一本书 一年呢 就能看12本书 是的 但是目前呢 我们已经推出了10本书 所以那10本书呢 你是已经马上呢 能够去听去看了 是非常棒的好不好 好 来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 来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随时都可以发问 好不好 好 是的 那么我看到这个问题是说 诶 那个原作会议是在几时 是的 那个原作会议呢 它会是在我们3月到11月 就是这个期间 那么这个期间呢 我们总共会有8场 那你可以选择其中3场 因为我们会免费送你3张的这个入门票 所以呢 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安排到你的这个时间 绝对迁就得到哦 来我们再看看 就是忘记有说 可以重复看了吗 是的 刚刚啊 我说到的 不只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就是忘记 是的 我们可以 就是重复观看 是的 可以重复观看的 你只不管是多少次无限制重播 因为我们是516号 我们已经上载到我们的这个成功结架读书会的这个网站了 所以是不管多少次都好 只要你第一次看不明白 就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都没有问题 可以无限制看了 来我们来看看就是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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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也就是说可以选择订阅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吗 是的 Ala 没有说 今天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要订阅一个月八十八令吉 或者是订阅一年一千雷五十六令吉都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呢 如果 我会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就是可以直接订阅一年一千雷五十六令吉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 如果你只是订阅就是一个月八十八令吉的话呢 你这样没有办法获得这一些 就是总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礼物啊 你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那今天呢 你每个月只是八十八令吉的话 你会有什么呢 是的 你就会成为我们这个VIP 那么呢 我们有导师导播给你听 同时间呢 我们也会有这个V6号 还有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给你 那其实啊 就算你只是订阅一个月八十八令吉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值得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啊 我们这一些原价呢 它是四千五百一十二令吉的 是的 我们这一个就是八十八令吉的 这一个一个月啊 它原价呢 是要四千五百一十二令吉 但是一个月现在只是需要八十八令吉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强烈建议 你可以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今天呢 会付送这么多好看 总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这些礼物给你啊 包括什么呢 我们三场的live线上圆桌会议 还有我们的这个live读书会 都是非常棒的一支session 那这支session呢 都是由我们中国一百强的导师 傅嘉义博士呢 去引导 那今天好像在我们的圆桌会议 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issue processing 好不好 好像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把它提出来 那你就会获得来自各种不同行为的企业家 他们给予你的这些建议 也包括我们的傅老师他会去引导力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啊我们还有就是在这个live读书会里面 我们的傅老师他会现场导读给你听 哎是哦没有听错哦 是现场导读给你听 那今天呢这两个呢 就是这个圆桌会议 还有这个slive的这个读书会门票呢 其实呢三场啊 已经总值超过一万六千令吉了 所以再加上呢 就是一张CEO品红酒 他有品企业这个入门票啊 你可以免费品红酒之余 还能够和非常成功的一些企业家 一起做企业商的交流 然后可以重重呢 获得非常多的这个人脉 或者是商机和合作机会 今天呢 价值两千令吉的东西 真的 这么棒的礼物 为什么你不选择订阅我们一年的 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呢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因为是新年 而且是你们特别就是在这个 就是线上 支持我们这个线上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然后我们的这个今天呢 只要你成为我们的VIP 我们还会额外的送你这一个 就是我们YYCCO 他的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是的 这个研讨会呢 真的 它里面呢总共有11个战略 会教你如何在这个业绩方面 Profit方面 现金方面 还有值得力方面呢 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们从其实啊这个成功企业 读书会这个 线上研讨会呢 我们已经帮助超过两千 甚至是到三千多的企业家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是非常值得你来上 如果你只是要单独上的话呢 其实哦 今天你是需要付688令吉的 是688令吉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会把这个688令吉的这个课程 把它送给你 是的 为了感谢你们 我们会把它送给你 然后今天呢 是的 你只是需要一年 一千零五十六令吉呢 你不只是获得两万两千多令吉的这些礼物之外呢 还加上我们 那地区688令吉的这个线上研讨会 总之啊 两万三千多令吉 所以呢 大家在接下来这个三分钟里面呢 哎 两分钟多三分钟时间哦 赶快赶快的购买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会来成为我们的VIP 很简单 你只需要点击我们这个在comment那里的这个link ok comment那里的link哦 或者是你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这个QRQ 那么呢 你就可以就是成为我们这个VIP了 所以赶快赶快购买哦 好 来我们来看看 哎 也就是说 官方有说如何购买 ok 我喝一下水啊 好 我们来看看哦 官方有说如何购买 哎 官方刚才我也说了 非常的简单 你只是需要在我们这个comment那里哦 就是点击我们的那个link alright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扫描我们这个右下角的QRQ 你就可以马上来购买了 来 大家 哎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是的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多时间哦 真的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看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 所以其实今天呢 我们既然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拖延 一直说明天又明天 明日复明日 然后最后又去到明年 不知道到几时了 对不对 所以啊在最最最后的一分钟里面 真的大家赶快就是购买我们这个成功其他都市位 真的我包你就是不会就是失望 而且呢今天你想想看啊 一年看上去一千零五十六令吉好像是非常的多 但是你出起来的话呢一个月只是八十八令吉 再出起来的话一天是多少钱呢 真的不到三令吉而已啊 这些三令吉你可以买到什么呢今天 三令吉给你一个burger一个汉堡包里头买不到 但是今天呢你只是需要一天不到三令吉的时间 你不当然只是获得我们成功其他都市位VIP 你还可以获得价值两万三千令吉的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所以在最后的二十秒的时间 赶快赶快的购买我们这个成功其他都市位 成为我们的VIP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迈向更高峰 一起就是超越自己好不好 好所以呢赶快点击我们在下面comment的这个link那里 ok最后的倒数了赶快的去购买哦 ok是的时间到 好我们的这个时间已经到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offer呢 这个我们第一期的线上引导会这个优惠 这个好看呢将没有了好不好 是的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这个成功解压读书会呢 也其实也接近来到了尾声 也恭喜啊就是刚刚所有成为我们这个成功解压读书会 VIP的这个会员们 那么恭喜你们他说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就愿意去学习 而且现在啊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期间 毕竟都在加码 那我们就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啊 一起的就是去学习 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呢 能够通过这个成功解压读书会的线上直播 在这里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散布正能量给大家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 谢谢大家在这里呢 也公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可以 我相信